新英北市三重一處興建案在開挖地下室的時候 是造成連續壁的破洞 導致一旁的民宅是有傾斜的狀況 一棟一共是兩棟的民宅 總共是近50戶百位的居民 當下是緊急的撤離 而市府在事發後有進行相關的監測報告 從昨天晚上最新的結果顯示 這個建物的主結構並無受到安全的影響 也因此傾斜洞的這一棟也有安全的無餘 也因此公布在今天早上八點多的時候 居民可以返家 只是稍早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位居民大哥 他返家的時候是表示說住在二樓的他門窗 通通是有變形的狀況 也對著鏡頭表示說希望這個建商能夠完全的負責 因為就算確認是安全沒有無餘的狀況 可是家裡面是有嚴重軍列的一個情形 而稍早其實建商在八點的時候 他就已經出現在這個現場 進到這個主結構裡面來進行一個勘察 而市府的相關單位也來到現場來進行一個檢測 在昨天晚上確認樹職沒有問題的情況下 今天早上八點的時候也是開放居民可以回家 居民也表示說希望建商可以完全的負責 而在事後我們也將持續為您掌握最新狀況 好